可能就12点 那如果超过了11点钟妈妈规定的时间 就夺命连环高了 妈妈知道你在外面跟男朋友看电影也会这样吗 她觉得我在外面不只是看电影 那如果你回到家以后妈妈还会说你吗 暴跳如雷了 我吻泥不肖 我天打雷劈 我该被咒死了 是妈妈允许你们谈的吗 是相亲认识的 这一个算比较正式的 是她奶奶的一个朋友介绍的 还算条件不错 那个期间她说是 我要求太多 我就做了一个统计整个一个月 然后有七天时间在家吃晚饭 有时候还吃完晚饭以后还要出去 然后她给我叫的委屈 就是说是 我们12点以后的夜场才开始 我就觉得一个女孩 你不管是谈恋爱也好 也是干什么也好 你肯定都有分寸 人家家长 人家对人家孩子也是有要求的 她想找一个女朋友也好 儿媳妇也好 就是说的是 她希望她能够帮自己的孩子上级